它的资料取得之后的话 从云端上下载之后的话 我们可以 再借由像Word ECL帮我们做分析 分析完之后的话呢再来切资料 那实际上呢它的程式里面呢也还可以 各位可以参考一下 因为里面的话 第一个你可以了解 所谓的Jetson档 那因为Jetson的这个答案格式 基本上它的好处就是说 它可以借由 跟那个JavaScript或者Java互动 你可以知道说到底这里面有多少资料 不需要像 其他的答案格式 那再来就是说呢我们可以去抓到 它的地址可以借由什么方式呢借由这样的方式 就Data 他传递过来会传递一个参数给我们 这个参数的话就是一个Data 传递过来之后的话就可以取得 那刚刚做的动作基本上都在这些 这个程式里面呢 几乎就已经完成了 那里面的话呢包含就是说第一段程式在 show data这里基本上就是先把 12区先切出来了 所以这个这个区块的程式其实就是把 我们的那个 12区切出来之外的话 再来怎么样呢 计算他的 总共的那个分区的编号 跟那个旅馆的相关资料 还有分区的名称等等的 然后放进来 不过这里的话 各位可能要 了解一下 就说 上面他有宣告 有三个阵列 这三个阵列包含就是什么呢 包含就是 regio title 这个regio title里面包含就是什么 分区的名称 那这个阵列里面呢就可以儲存我们的分区名称 跟这个counter counter是分区的编号 还有呢 分区的相关的什么 相关的旅馆资料 所以这有这样的方式 我可以一个一个把它切出来 切出来之后的话呢 之后就可以在做 后续的应用 那里面的话呢 比较重要的 那当然另外跟各位说明一下 我建议 就是说 如果你们在看程式的时候 其实用那个Dreamweaver来看程式 其实真的不是 那么方便 后来 我有看一个同学在用那个 Nordepad Plus 我是用那个Nordepad Plus 来看程式 其实会会 我觉得看程式的 相关功能会比较强大一些 我建议各位也可以用这个方 这个这个来看 因为我平常也习惯用这个来 读取一些 这个程式 不过你 你们可以怎么做 特别注意就是把 这个Dreamweaver里面的程式 因为你会发现他这个地方里面几乎很多颜色都出版 你可以把它全选 复制之后 有没有 再把它贴到Nordepad Plus 里面 把它贴上 但是贴上 他不会帮你做一些颜色变 变更 你可以怎么样呢 特别只有教各位一个方法就是你可以从 程式语言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